移民看世界的线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金融年我们今年开了移民看世界 不论您移民到 美国加拿大澳洲欧美 甚至到亚洲或者是城市与城市 今年呢我们总共入了四个单元 第一个是移民与留学 第二个是移民与商业顾问 第三个是移民与金融 第四个是移民与金融顾问 那么呢我觉得得到最多最多回想的 我们在线上的观众朋友们给我们的一个提问 大概就是跟移民与留学最有关 那么今天呢我就是利用这一集来回复 把我们这些的提问做一个分析 提供给您参考 那么呢在这两集当中呢 我觉得最多最多的都还是问一下 留学 那这是他的第一题的提问 第二个还有人说 哎呦去日本好麻烦哦 第三个提问呢 他说去美国好吗 为什么要去美国 那另外一个呢还有一个提问 他就是说 哎到英国的好像都是商学院 与这一种 比如说理科的就比较少 那么呢我们今天就针对这几个提问 来跟您做一个回复 那也不一定正确 那你就是要看一下 适不适合你 所以移民看世界的观众朋友们 您好我今天首先来回复 为什么美国 为什么 去美国留学 好或不好 要惊人而异 那么呢我们先来首先来说 全世界最多大学的 就是美国 美国将近有超过 4000所的大学 有公立的 有私立的 有分为四年制的 有 2 year community college 那么公立的 他来自于联邦 以及地方政府的一个资助 普遍的学费会比较低 那么私立的话呢 哇那就非常特别了 他们有庞大的教会 更多的是企业 那除了企业以外呢 就是企业的一个基金会 那这个呢就可以说是教育与企业之间最大最大的一个紧密的关联 那么呢我觉得这个是在美国非常非常特殊的 而4000多所里面的学校里面呢 光名校就有Top 100 这是在100所都是在国际之间非常非常有名的 所以这个是美国他特殊的一个教育资源 那么呢 第二个原因呢 人 美国的人口将近3.4个亿 所以呢工作机会非常多 那么呢因为呢美国的教育 学术Academy Learning都是跟企业做一些联合 所以呢他从学校里找人才 企业里来资助教育 这个都是一个一个连贯的 你可以说是他的一个传统 你也可以说他是一个文化 因此呢 如果你为了求学 为了这个Academy Learning 其实最终都是为了将来进入职场 所以你的人口不多的话 你的就业机会也不够多 所以3.4个亿您觉得够不够 那第三个原因呢 若是呢你看看全世界的人 从这里到那里念书 从那里到那 我到新加坡 我到英国不管到哪里 那么你可以看全世界的一个统计的数字 之下呢 全世界到美国 我几乎占了一个全世界的总个 到国外念书的学生的50% 那您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他是一个首选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 数据会说话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你不但是他的一个名列前茅啦 或者是他在学校的学术的各种的一个平底 是在世界的第一名以外呢 我觉得美国的一个教育 跟企业之间有一个非常特别的 他们叫做校友会 那么校友会就是说你闭了业你到企业 那么企业又回来帮助学校 这样子的一个联系 你不要说联系办活动了 他一个捐款 那个数字就是一个amazing 你知道就是说一些毕业的名人 他在企业里很好很好的发展 他就有一个什么样的基金会 我捐了一个什么图书馆 之间这样的一个联系 你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非常特有的一个传统文化 甚至呢 这些就是工作人脉的一个建立 那么我觉得学术跟企业 这样的一个紧密 我觉得在社会反而变成了一个 非常巩固的一个基石 这个是在美国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 那么当然呢 我们刚讲到了美国有3.4亿个人口 所以呢 其实他的一个求学的一个人 最后最后都是想 我闭了业 我可不可以在我求学的这个国家里面 有一点实习的一个机会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为什么美国 就是不论你在那边读大学或者硕士 你有1-3年的OPT OPT是什么 就是Optional Practice Training 就是说你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不论学习 求学 最后你希望在同样的一个社会 学到一点工作的机会 所以他的制度就非常完整 因为呢 不像我们台湾有时候 说一句玩笑话 大学毕业了你就等于失业了 因为 你念的这一个书 你可能 出了社会又不是念这个系 可是美国他最重视 你是念Accounting 念会计 那我可以让你在美国实习一念到三年 你是念高科技 那你就可以在我美国实习一到三年 这个是一个连贯的 所以你的所学你的所用 是连贯的 所以在美国的Academy Learning 在他的念书里面 他就已经提倡 不论你是外国人 你都有一至三年的OPT 在当地来做实习 所以呢 观众朋友们线上 一直问 这个问题问了好多遍 去美国好吗 为什么美国 那我想以上的这样子的五个重点 我相信呢 就是说人为了一个学习 其实都是为了进入职场 那么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制度 跟学术 跟这个将来工作 他有一连换的 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相信呢 对一个完整的一个学习 又能够顺利进入到职场 你这样子有一个实习之后 你再来念硕士 或者再来进入职场 有些人进入职场之后 再学去 回去到学校念 所以呢 一般来讲的在美国呢 你念完大学 通常 通常 当地的人 都是进入到社会工作 二到四年 之后 你有了工作经历 以后 你再回到 research的 所谓的硕士的念法 这就是他的一个传统 希望呢 我今天的一个回复 问 为什么去美国 为什么要到美国 去美国好吗 那日本 那么日本我没有说不好 如果你有日文的语言 你有这样子将来的一个工作的 跟日本的一个连接 去到日本也非常好 那么第三个提问呢 就是说 为什么去到这个英国 都是念商学院 我们讲好的 就是他的商学院 一年就好 美国至少一年半 甚至两年 那么呢 以时间 金钱的花销你会觉得英国比较好 但是呢 给线上的观众朋友一个提醒 你认为一年的 英语学习 你觉得够吗 所以常常有些会觉得 好像 念书念一年 你的语言的能力 向下扎根的这个不够solid 所以呢 这个就是见仁见智 但是你说我只有一年 我只有一年的学费 那你当然可以去到这个 英国来念这个商学院 可是呢 你如果要说 理工的话 美国还是最强 所以今天呢 三四个提问 希望给到您的回复 希望您继续留言 移民看世界 我们关心您 下次再见咯 拜拜